歡迎收看CBTV的國情講程 距離區議會選舉還有一個月多一點時間 提名期已經開始了,盡快踏入尾聲 這次的區議會選舉十分好看 起碼也十分好重,很多原本都不出來的人 或者覺得他不會去選區議會的人 全部去選區議會 有些當然一開始的時候知道有超級區議員勤力下區 有些臨尾就留夜趕科場在簡區參加 無疑地為大家在茶餘飯口或選擇裏面多了一個話題 雖然大家都承認,似乎都是看特首跑馬多點 不過區議會起碼這幾個星期都會吸引相當媒體和市民的注意力 不但民主派積極備戰 你看到左派陣營都說 陳婉嫻也重新披甲上陣 當然非常明顯自不在區議會 希望替親中陣營搶席超級立法會議員 亦都甚至希望親中陣營全力催谷 似乎亦都希望拿到這五個人之中得票最多的那個 起碼排頭位是親中陣營 尤其是在比例代表制下,這樣拆票是有貢獻的 策略上是對的,有些人投民建聯 有些投工聯會,有些可能投葉劉 或者投田北辰,葉劉就不選,暫時就知道 因為是田北辰 這三個比例代表制的角力就是這樣 當然超級區議員真的令到大家想想,應該有些事 不過今次的區議會選舉 發覺都多了很多一些年輕人出來 特別是以前泛民,原本我們經常說建制派 老兵多,但這幾年就說我們老兵多 這屆又不是,你看民主黨、公民黨、社民年 都很多年輕人出來參選 社民年平均年齡是31歲,十分之年輕 社民年也是一個新組織 所以亦都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多少少人,多少少年輕人出來從政 或者嘗試一下這個經驗 多年輕人一定一定是好現象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你本土香港民主運動的第一 第一梯隊,老一輩的人,第一批都快退休了 根本是很需要人接班的 其實我們都看到可喜的地方是多了一批二十多歲 三十多歲的人出選 這真是很值得鼓勵 不過另一方面亦都反映出了困難 其實嚴格來說,參選的人是跌了 就這樣跟上屆來說 泛民整個陣營是有三百人 泛民組織和所謂友好成三百人選 現在我們都是二百三十多歲 二百三十多歲的年齡友好 當然這二百多歲是參與泛民協調的六個組織 就不包括社民連,不包括人民力量 社民連當然也有二十零差人 人民力量號稱有六十一人 如果你加起來,你可以說多過上一次 但人民力量那六十一人有些水分 不是真的去參選而是想打擊民主黨、民協 總體來說,參選的候選人的數目是小了些 反映過參選其實也很困難 原因真是很簡單 我想每個泛民的組織都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你想找一些年輕一點的專業人士去參選 都有困難 因為區議員的緩報真的不足夠 就是比較出色的專業人士很多時都想想事業的發展 家庭方面的要求 不容易真的選區議員 但是區議員的要求也不低 很多時真的就算不存職 也起碼佔了你相當的時間半職 真的取捨很困難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吸引那麼多人去選 尤其是民生無小事 你看看區議員加人工都是加到兩萬多 加上我兩萬多津貼 你都是只有那四萬多元 對於可能是一個中產的專業人士 可能我又要犧牲一半的時間 也都要兼顧這些繁重的議會事務 對於他來說 真的想社會的貢獻或者自己的名譽 才會考慮 真是難找人 另外一個現象就是 現在多了一些比較是親 不可以說抄獨立的路線 但是有很多親泛民的獨立人士 也有在今次的區議會選舉多了 尤其是有些年輕人 用議題來打的 譬如在土地正義聯盟 這班也是一班支持民主的人士 社運人士 所以其實今次整個區議會選舉 發覺是多了一些從議題性方面 去著手多於政黨性著手的選舉 當然了 現在我不知道過去的經驗 但是究竟用從議題方面打 究竟行不行呢 真是11月6日才有得交代 是 我們都理論上大家重視區議會 他們利用區議會來表達議題都是好事 不但所謂民主運動如此 社會運動如此 似乎建制中人都有些 即是有些退休警察也出來選 希望抒發紀律部隊的冤屈 他們都利用選舉來表達他們的議題 但是很多時候這些空降現象 真的令到別人磨不著頭腦 其實區議會的性質空降真的不容易 大家知道 其實正常情況下一般區議員 連選連任的比率是超過八成 比較明顯的例外當然是2003年7月1 即2003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 因為那年7月的效應 建制派受到一些打擊 否則通常超過八成人連選連任 我們亦都說過 因為很多時街坊會覺得現任 好像剛才你說 他有薪水有津貼 他通常會請兩個助手幫忙 提供服務 你去挑戰現任 除了親中陣營全力支援你 否則你去哪裏找這樣的資源 每個月有四五萬去搞活動 去為街坊提供服務 而且在一般情況下 如果你有這樣的資源 你起碼都請兩個人 兩個人有一個議員辦事處 有人來拍門 提供種種的服務 從整水喉都跟別人填表 跟別人去政府投訴 你都做足 服務做足 街坊亦都滿意 如果你是親中陣營的 通常還有好東西 有很多活動 街坊對你應該都頗滿意 撇開政治立場來說 你都要對他表示滿意 所以你空降下去 平時過去四年沒有什麼做服務 真的不容易打動選民投你一票 所以尤其是建制派 今次亦都不少人去空降去參選 除了孝姐 孝姐真是一年前已經想定 尤其是田北辰 又或者廖建明 甚至可能是幾個 新民黨的 也有很多空降的人 究竟過去的經驗 其實亦都說了這些策略 都好像不太行 所以建制派都這樣玩 無非大家都是想著超級的 那張票 我想兩樣 從政黨的角度來講 其實都應該有這樣的考慮 考慮就是大家承認 要去將一個現任的區議員 拉落馬打敗他 真是很難的 但你不是說打他不贏 就放棄那區 你放一個人在這裏 我都做事 我都維持著 是 輸眼 我可能有一成兩成 發展到三成四成的選票 都是裝腳 在選立法會上很重要 我一次打他不贏 甚至我今屆可能得兩成選票 我希望下屆有三成四成選票 我這四成選票 對政黨來講 對那區的立法會議員來講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政治資產 如果隔幾屆能夠 真的憑努力贏那席 那就更加好 就算贏不到那席 你都希望有兩三成三四成的選票 其實當初公民黨 最初上一屆 第一屆我們派成四十多人去選舉 大家都知道 其實勝選真的很微笑 但是你都要開拓選區 開拓票員 我想大家都是這樣想 建制派如果有資源的話 更加容易這樣做 休息回來我們再講一講 這個區議會選舉的前瞻 繼續回來國情講情的時間 在這個區議會選舉的報名期裏面 我自己都上網了 在不同的社交網站都發覺 有不同的陣營 無論建制派也好 泛民也好 都在網上問我提名 雖然選管會出了一個很明確的規定 就是無論你是否公開宣傳也好 總之你是候選人活動涉及選舉成份 都應該要計入選舉經費要申報 很多候選人一向少理 我們網台都少理 當然不管了 怎樣規管網台都不規管 大家暢所欲言 不過在這個網上的世界裏面我發覺 有些追擊的人士 號稱追擊 無論是追擊建制派也好 追擊民主黨民協也好 到這個時間都拿不足提名 是不是都要黑球提名 我覺得奇怪了 如果是空降的情況之下 譬如說好像我們上節所講的 田北辰也好 廖潔明也好 幾個月之前 幾個月都好 都會提早開辦事處 理論上就算我們不說 他追擊這件事 究竟方向怎樣都好 事前的準備其實都很應該 否則連提名都拿不到的時候 變成當年2008年 港島區有個候選人拿不足提名的 就是翻版 其實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網台 這方面民主動力這個組織都做了少少事 民主動力也有去見選管會的主席 都重提網台的問題 重提這個言論自由 媒體自由的問題 似乎選管會在這個問題上 都改變了原先的立場 沒有對網台造成太大的干擾 都是好事 現在我們另一個針對方向 就是看看做不做得到 就是那些辦事的民意調查員 大家都知道這幾年的 這兩三屆的選舉都出現這種情況 就是有些人又說扮去做民意調查 其實就是拿料去為一些選舉組織服務 這個真是很不道德 我們亦在這裏呼籲選民千萬不要向這些調查組織 調查員提供選舉的資料 因為其實很簡單 做研究的事情 就不用即日拿料 做選舉研究 寫文等等 起碼一兩個星期 需要即日拿料即日公佈 不要騙人 第二個問題當然就是 這個追擊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我的立場 我的立場當然是希望 民主派的組織能夠集中火力 能夠團結爭取最多的議席 如果連現在的議席都補不回 那就真的很慘 甚至我們推一步 即人民力量等等的組織 要追擊某一些他們針對的民主派組織 我都在這裏說 即使你追擊 都是針對他們的領導人物 都希望不要針對他們的第二第三梯隊 因為這真是很嚴峻的問題 即是我們所有民主派組織 剛才都說第二三梯隊 處境都很困難 你現在都很辛苦才找個年輕人出來選 你又要互陷 他本來的得性的機會都不高 在兩個民主派候選人同台競逐的情況下 大家的機會都幾乎零 那又何必呢 即使你要針對民主黨民協領導人 我不支持我不贊成 但我也明白你為何這樣做 但對於第二第三梯隊的民主派組織候選人 似乎不應該為他們添太多麻煩 因為講來講去 我們真是很需要接班人 第一代那些人很快都要退下來 第二第三梯隊那些 你都給我機會他選 而且大家都知道 他們選真的很辛苦 真的在資源 在參選方面的壓力都很沉重 即是不應該為他們添太多麻煩 尤其是講回當年 即是追擊 都說要認真那一句 投票就真是立法會那幾個 之後樓下那些 有些之前也公開地反對過這個政改方案 那些都不知為何 就說會被人追擊 這個我就不作評論 可能有大家組織或策略上的角度去考慮 但只不過我自己又覺得 就算你是這樣去追擊的話 就算你追擊建制派也好 民主派也好 你其實是跟一個空降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究竟目的是在於你要戒票 或者你真是想服務當區的居民 這個是很重要和很清楚 否則選民的選擇就好像有點難度 其實整個運動也要考慮到他自己的形象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這個觀龍柳事件 當初泛民全力支持何秀蘭取得這個議席 後來他的確確確認他沒有甚麼做地區的工作 也放棄了區議會的選區 建制派也利用這個問題做文章罵我們 我覺得逢是選舉 都要對這個選區的選民有個交代 你走出來在這個選區參選 一定要有一種承擔 你為甚麼目的參選都好 你都是希望爭取選區的選民支持投你一票 最起碼的承擔就是 你都要為這個選區的選民提供服務 看看他們聽他們的意見 聽他們的訴求為他們服務 如果這件事都不做 我覺得就違反了選舉的基本意義 這件事其實很多時候 亦都跟自己的政黨 或者自己的政治組織本身考量有關 有些人可能最後就說不選 有些可能是最後就被人勸退說不要選 其實每一個政治組織 無論建制派也好泛民也好 都有這樣的情況存在 但是都是那句 如果你是真的要被安排轉區的時候 其實都近區的 我相信別人是明白的 這也是關乎民主運動 怎樣去成熟 怎樣繼續去做到內部民主化 這件事可以成熟一點的方向 選區調配 臨時換帳大家都明白 選區有這些選區的考慮 但是你走下去那區說選 你要對當區選民有個承擔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每個泛民組織 我相信建制的組織都有問 國下如果參選這區 輸了會不會繼續在這個地區 繼續做地區工作 每個組織選人時都問這個問題 當時你為了取得組織的支持 那你當然說是 但是真的不是 每個在輸了之後都在地區繼續工作 看回2007年到當時的候選名單 到現在可能是2011年的區選名單 無論建制泛民也好 其實都不是很多個 真的可以輸了之後 有這樣的魄力繼續去 所以區議會選舉是一個 即是說持久服務的一個 以及持久服務地區議題的一個選舉 是的 因為這些 區議會選舉當然有基層的選舉 基層的選舉當然就是對這個 這麼小的選區大概過一萬個 7000人居民的選民 服務 那你選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是嗎 那個人有沒有做事 有沒有下來區 有沒有真的很勤力 其實一般街坊都是知道的 大家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作為一個候選人 我不管你什麼派什麼組織都好 都應該對選區對選民有那種尊重 自己也應該有一種承擔 在地區服務那裡絕對不應該忽視 當然有人忽視 也拍月餅給提名 側巾拿月餅 也有些會這樣做 也不知為何 臨選之前 臨提名之前 都總是很多這些 很多這些 大家都知道 這兩個月很便宜的旅行 都很多 很便宜的旅行 聽歌 月餅 都有 所以大家 區議會應該是選賢能 不是選月餅 我們雖然沒有月餅派 我們當然希望聽我們節目 任何的朋友 都起碼盡量鼓勵 你身邊的親戚朋友走出來投票 如果投票率低 對我們運動是肯定不利的 亦對議員的認受性低 希望大家不但自己出來投票 記得還要把親戚朋友投票 不管你有沒有去到旅行 拿了月餅也好 即是擦亮眼睛 選一個真是能夠代表你的人 你做區議員 今集國情講情到此 我們下一集再見